马上来关心台股的最新行情了 今天在台积电领跌之下 指数开低跌破了万六关卡 还好在收纪、航运跟观光以及百货 造纸、汽车等类股是逆势左洋之下 指数一度是回到了16125点 只不过尾盘在大单、调节、金元、双雄、红海 这些全职股之下 中床指数跌了145点 收在16032点 成交量是3156亿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